注意看,这个账号我上次刷到它是300多万粉丝 现在一个月不到已经涨到600万 我预测它将是下一个千万级大号 昨天它的一条花四个月还原菊酿葛根粉的视频上了热榜 对,它就是人称南版李子柒的彭传明 在观众眼中彭传明好像什么都会做 吃的比如藕粉猪油拌饭 喝的比如橘子酒 日常用品笔墨指焰等等 甚至还有古代被称为黑科技之一的火折子 也被它复刻过 比起李子柒的仙气飘飘 彭传明的视频传递出更多的是 朴实的烟火器 但跟李子柒一样 彭传明同样希望传承中国文化 好,那你可能会关心 这个案例对咱们普通人做自媒体有哪些启发呢 当然彭传明的手艺和所处的环境 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很难作为对标账号来学习 不过我们可以跨界学习它的拍摄手法 跨界才会产生创新 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三点 是咱们拍摄视频的时候可以借鉴的 最后一点最高级 第一点就是它的镜头停留时间 它的每个镜头停留一般是一到三秒 能够停留到三秒的镜头 通常都是画面中有物体的移动 比如小狗从远处跑到近处 人物从近处慢慢走向远方 第二个就是拍摄手法 远中近景的娴熟切换 这种手法在Vlog的拍摄当中会非常常见 第三个就是空镜头 你会发现在很多户外的拍摄当中 还有很多电影的拍摄当中会经常采用这种高级的玩法 像彭传明这种中场类型的视频 一分钟就要有几十个镜头的切换 不像我们这些做口拨类的一般都是一镜到底 所以他的视频画面丰富让观众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 当然在视频拍摄方面我并不是专家 我也跟你们一样在不断学习 所以也只是把我观察到的这几点分享给你 如果你有更多的思考和收获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